为何霍奇刚对老婆死心塌地?两个前人没法比,原来还是她救命恩人。 郭晶晶身为前国家运动员跳水冠军,受到14亿中国人的爱戴。 是当之无愧的跳水皇后。 郭晶晶还是豪门媳妇,当时港媒用的标题也是郭晶晶下嫁破家,可见晶晶在香港老百姓心中的地位。 认识晶晶之前,霍奇刚还谈过两场恋爱,都是附加千金。 第一任务女友是宇庆心,1999年两人相识相恋,长得有点像霍奇刚母亲朱玲玲,又翻版朱玲玲之称。 可惜这段情绪持续了两年之久,两人分手霍奇刚经常买醉,可见拥勤至深。 霍奇刚的第二任女友,相识于2002年。 卢提尔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,是个高材生。 家世跟霍奇刚也很匹配,最后两人因性格不合而分手,分手仍是朋友。 没有护私,在社交场合也相互捧场。 2004年,霍奇刚遇到了她的真爱郭晶晶,在雅典奥运金牌选手访港表演时,霍奇刚对郭晶晶一见钟情, 霍奇刚便假装粉丝亲近郭晶晶,并要求合照。 还问田亮要了晶晶的电话号码,随后霍奇刚对郭晶晶展开热烈的追求。 郭晶晶和霍奇刚这对恋情长跑八年,婚后一直甜蜜如初。 两人一直减负的生活,低调持足。 2012年,郭晶晶和郭晶刚结婚,在霍家大宅举行了婚礼。 郭晶晶成为了当天最耀眼的新娘,有多少女人都羡慕这样的人生。 做上宾客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,更是商界老板。 郭晶晶为人妻后,一直懂事规矩。 在外面给祖老公面子,霍奇刚与长辈打招呼,郭晶晶则站在身旁,以礼貌笑容面对长辈。 小细节也看出了郭晶晶为人的良好品质,也难怪霍奇刚当时发誓一定要娶到郭晶晶了。 郭晶晶嫁入豪门,作为千亿媳妇,本可享受扩胎的奢侈生活。 在这样条件面前,郭晶晶并没有婴儿轮件其中,婚后的郭晶晶时长还被拍到出现在廉价超市购买商品,一点价子都没有。 就连世豪门公子哥霍奇刚都被他带上了这条不归路,一发不可收拾。 郭晶晶三年生二胎,为霍家凑成好字,公公霍振亭无疑是乐开了话,还奖励了儿媳妇郭晶上意。 不过郭晶晶倒是个实在人,节俭,朴素,还很低调,打脸了太多豪门阔太太了。 霍奇刚对郭晶晶死心塌地的原因,除了他的节俭,朴实。 因为郭晶晶曾救过他一命,两人曾外出参加某活动,在回家路上突然一辆货车从他们身后急驰而过,当时霍奇刚没发觉不对劲,幸亏是郭晶晶用他矫健,敏捷地伸手把他在生命危及时刻拽回来。 当时霍奇刚被吓得不轻,郭晶晶从小就能吃苦,做人真实不虚荣,所以才俘虏了霍奇刚的心。 而且富豪可以有很多,但世界冠军只有一个。 像郭晶晶这样的女孩,不嫁给豪门,也有很多排着队想娶她吧。 的确,郭晶晶是个很好的老婆人选。 你喜欢郭晶晶和霍奇刚这对夫妻吗?欢迎发表有趣的评论。 未经允许不得转转,新闻。 为何霍奇刚对老婆死心塌地? 两个前人没法比,原来还是她救命恩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